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4月24日 已經是 星期一 在無線電視 有個比賽叫做中年好聲音 昨晚 產生了一個冠軍 但是 我們看到的冠軍其實也是無線典型的那種 在一班中年人或是老年人 選一個最年輕的來做冠軍 結果令到很多人很失望 又說是無線造馬 甚至乎有人說他是黃絲來的 所以你們是支持黑暴等等 很多這些話題 我沒有看過 但是我想說一下現在無線電視 其實 終於找到他們自己的定位 就是一個老人台 因為中年好聲音 大家也看到了 現在的36歲冠軍叫周吉佩 原來之前2007年已經出道了 當時20多歲 當時就在有線 就去了有線出過兩首歌 結果唱片公司倒閉了 本身 星圖是很暗淡的 要做其他行業 一直都 不是做這行業 無線這次主辦這次中年好聲音 目的就是他知道 看他們 無線的話 還是一班中老年人 但是他們又想找一些 更年輕一點 因為他們更耐心 所以 選一個最年輕的來取冠軍 周吉佩的名字很多年前 我聽到好像很熟悉 以前是有線的 我忘記他是有線的 我就覺得這個名字聽過 原來真的是有線的 這次拿了冠軍 實際上我沒有聽過 唱得好不好 我不知道 我不是要評論他們 會不會唱歌 不是評論無線 怎麼做馬 做不做馬 其實一直都是做馬的 好了 我是想說這個現象 就是 人口老化 全世界的人口老化 而日本人口老化 香港人口老化 中國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 是全世界面對的一個大問題 因為1945年二戰結束之後 然後到了1950年代 就產生了嬰兒潮 太平日子開始來了 每個都生孩子 當時的香港 每個都生十個八個 所以老一輩的香港人 十兄弟姊妹 十幾個 很多時候都生的 可以生的 大陸也一樣 狂生的 到了後來 因為當時老毛說 人多好辦事 後來中國覺得很糟糕了 不可以再生的 到了80年代初 搞一孩政策 結果 加速中國的人口老化 當然香港的人口老化 不是跟大陸的情況 是自然的 但是相對於全世界人口老化 其實 日本也是一樣 當老齡化的問題出現了 人越來越長命 70幾80歲 還是很年輕的 大家看到了 他們其中有一個 吳大強的參賽者 原來是一個 明星 無線一個藝圓的老爸 吳大強 今年71歲 唱歌還是可以唱的 很多人 其實到了這個年紀70幾 已經不算老年了 因為在 人口老化來說 所以無線 其實我覺得他們找到他們的定位 就是要做這個市場 做銀發族 日本也稱為銀發族市場 當然 無線 搖身一變成為老人台 因為他們的總經理也是一個70歲的老翁 以往 其實以往那些 文字是形容老人家的文字 什麼呢 花甲之年 古希老翁 70歲 還是很年輕的 你看看曾志偉 你看譚詠麟 這班阿伯 這班70歲 全部超過70歲的阿伯 成都差不多70歲了 那一大班阿伯 大家想想想 整個圈子還是圍繞著這班阿伯 阿伯 阿伯 譚詠麟 成龍 欣子丹也有六張東西啦 欣子丹也有六十多 你看到 一大班老人家 個個都扮得很年輕 個個都不承認 市場變了 慢慢轉移去 反而現在 新一代 無線現在要捧的 就是在這班中年人開始 選一些比較年輕 樣子保持得好一點 就開始破壞這些人 因為 他們 覺得 自己沒有青春的本錢 價碼便宜 容易屈袖 很多人覺得 我年輕的時候失去了 那些東西 我現在要拿回 或者現在想圓夢 很多人有夢想的 但是未必做得到 我覺得他無線 都開始懂得觸心理 但是當然不了解年輕人 因為現在人越來越長命 拉長了 以前 十幾二十歲 出來玩吃 去到四五十歲 退休了 但是現在很多人過了四五十歲 運運惡惡惡 可能現在 才是重啟人生 我覺得 也不能夠完全怪無線的 畢竟老人台 年輕人不看他 其實看電視的人 是不是也是沒有甚麼年輕人呢 其實真的是 年輕人已經太多東西玩了 只是上網 根本 多東西做到不得了啦 其實不會看電視的 現在還看電視的 通常就是一家大小在家 吃飯沒有東西做 又或者是老人家 其實也是老人家的 中年少少的 有其他活動都不會在家看電視 所以他們無線知道他們的市場 可能是平均 60歲 70歲 60歲後 70歲後 80歲 90歲 100歲 看到90多歲 那麼他們這個年齡群的人 是一個很龐大的市場 他們不會去滑雪的嘛 他們不會去滑雪的嘛 這樣的年紀 又表示不會去滑雪 很多地方去不了 要在家看電視 這些市場就是他們要的市場 所以 無線現在就搞這個中年好聲音啦 當然啦 好不好聽 我不敢評論 也沒有聽過 也不知道 只是看那些人說甚麼做馬 牽涉到 這個是黃絲 我覺得 這個我覺得 接下來 香港越來越淡快洋映 因為大家看看YouTube YouTube現在的業務全部都沒有政治新聞的 甚至乎時事都沒有人關心 我們說時事都沒有人聽啦 大家的Focus 去完 那些生活的東西 哪裏省錢 這裡保健 這裡養生 這裡做運動 大家 覺得 不再想關心政治 不再想關心時事 尤其是香港 現在無線電視做到他的角色 就是一個大外宣洗腦的角色 令到香港人覺得 沒問題的 我們香港 很好 說好香港故事 香港沒有問題 外國也不行 英國也很窮 美國也很窮 台灣也很多人沒有坐過高鐵 什麼都怪 中國什麼都怪 完全 完全 喪失了危機感 現在 大家要看到 我們其實一直警告大家 在香港 在台灣其實會有一個很大的危機 就是 習近平何時動手打 當然啦 我們不想每天都告訴你很危險 要打仗 問題 危機感是要的 我認為香港人 現在大部分人喪失了危機感 因為你們的同溫層 基本上在YouTube上可以反映到你們在看甚麼呢 娛樂八卦 要不就是 國際大都會砍人 除了這些新聞之外 就是交通消息 沒有其他新聞 經濟就告訴你 明明的市況差 都告訴你 香港 通關之後就復甦了 每天跌價 每天都是復甦了 這件事真的是 令到每個人 沉醉在這個安浪窩裏面 香港很好啊 沒有問題呀 是不是呀 是 極少數人 極少數人 被人家政治迫害 哎呀 不關我的事的 只要我沒有 參與就沒事啦 不出聲就沒事啦 好像那個子宮頸眼廣告那樣 哎呀 我幾十四人 這些事不關我的事的 我的初戀情人就是我老公 沒理由有我的份的 就是這樣逃避 當然 殺到埋身的時候 才感覺到 可能 其實 到了最後 突然間殺到埋身 他們才會覺得 其實 我們不斷提醒大家 當然 苦香婆心提醒大家 很多人都不受諾了 因為他們覺得 你們在海外 你們看到甚麼呀 我們在香港 很好環境呀 很好日子呀 但是我們在香港也有很多朋友向我們報告 每天的新聞就是 首先唱好香港 說好香港故事 說好中國故事 中國多好 多欣欣榮 多繁榮 每個都樂於助人 每個都是好人 好人好事 然後交通消息 然後可能偶爾說一下經濟 說一下地產新聞 然後就是唱衰美國 唱衰英國 唱衰日本 唱衰全世界 每天都是這樣 大家覺得 不會覺得有問題嗎 世界發生著很多大事 很多地方在打仗 格魯根亞和亞美尼亞亞塞巴默在打仗 澳戰爭無停止過 中國每天都在挑釁 大家知不知道 戰爭 距離你們 很近的 你們知不知道 今年來 我們也評估了 是一定會打仗的 現在的上面 跑紅 compiler 已經搞糧食 加緊去生產糧食 所有的植物全部都不給他們 只能准利糧食 盜米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打仗 因為他們知道 接下來 全世界會禁運 他們以前跟加拿大美國買的糧食 大豆小麥 所有東西都不會再賣給他們 因為會禁運 以後全國要靠自己自給自足 不能再在外面買的 他們要打台灣 大家能否感覺到這個危機呢 每個人都覺得沒有這個危機 聽聽歌吧 評論一下唱得好 那個真音不行 這個有感冒 那就算了 大家沉醉在這個日子上 其實 真的可能有機會死到臨頭 不知道 所以我們 不斷苦口婆心勸大家 當然無線電視找到的市場就是 要做老人家市場 因為現在沒有人看電視 其實也不是只是他們的問題 基本上全世界電視都是只剩下老人家看的 年輕人看手機 看抖音 或是看YouTube YouTube也要跟抖音 也沒辦法 市場就是這樣 每個人都要一窩蜂去做那件事 所以 我們也可能 接下來 我們也要講 話題廣闊一點 每天都會跟大家說政治 大家覺得我們不聽 慢慢也不想聽 不關我的事 問題就是是不是真的不關你的事 我們的責任是提醒大家 危機 是在你身邊 很近 每天都有機會發生這些事 所以 時刻 保持著 關心 全世界 不要只看香港 因為 如果你只看香港 你會覺得沒事 真的有災難來到的時候 你們不會反應 好嗎 這節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 幫我們點擊廣告 無限大法 幫你 增加廣告收入 多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了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一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 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以後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 敬白